青少年疫苗接種計劃開跑不到一個月 再一次傳出醫護人員打空針事件 有關的影片更是在網絡瘋傳引起關注 衛生部第一副部長拿多諾阿茲米 證實是人為疏忽 有關醫護人員已經及時向在場的醫生說明情況 諾阿茲米今天早上發文告解釋 有關的醫護人員當時是按照程序 向青少年母親展示抽取疫苗的過程和注射器 不過在他放下針筒 為青少年的手臂消毒之後 卻措手拿了一支空針筒 醫護人員發現錯誤之後 及時向醫生匯報 向家長解釋 並且遵照程序 在青少年的另一個手臂施打疫苗 文告指出 新冠疫苗接種特工隊 對此感到非常抱歉 同時已經警告有關醫護人員 加倍謹慎 防止事件重演